TUN!TUN! 我們今天做一個非常容易的 泰式酸辣海上鮮 說明海上鮮 當然要有海鮮 我們一早已經是Food Panda Mall Food at Home 好送到家 已經訂好了 已經送來了 馬上看看 就在這裡了 那我們呢 哇 新鮮的鮑魚 還在動 還有很多你以為沒有的 它們都可以齊全 好了 那我們馬上開始做了 首先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處理了鮑魚先 先煮一煮水 好了水滾了 那我們就把鮑魚放進去 先煮一下 很快 因為呢 如果它還是這個狀態呢 其實你是不能清理它的 幾秒鐘 它呢 就應該不會再動的了 齒類推 全部呢 都這樣做一做 全部鮑魚呢 就用水煮了一會兒了 那我們就可以處理清理那個步驟了 然後拿一把刀 或者拿一個匙巾 總之就不是很膩的東西 沿著底 看看它能不能刮出來 那我們現在呢 肉呢 就刮出來 那其實呢 有很多東西呢 是沒有用 和不要的 就是呢 後面全部的東西 那我們呢 把它呢 先把它拿走 先清掉那個內臟的部分 好了 那我們呢 那些鮑魚 起了肉 然後呢 將它的內臟的位置呢 清走完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眼前這兩樣東西 各自都要處理的 那我們呢 先吧 最緊要 沖乾淨裡面 食用的部分 那接著 那個殼 外面 你呢 就可能找把刀仔刮一刮 它也好 鋼絲鏟也好 將一些會脫出來的東西 就刮一刮它 肉的部分呢 我們剛才 略為煮了 其實它還未熟了 不過呢 灑一灑這個步驟呢 就會令到它呢 更加容易清理了 我們呢 找些牙刷出來 那你就可以呢 將它呢 清到乾乾淨淨了 放在水裡面 用心 慢慢 將它呢 拆到呢 你要那個程度 洗乾淨它 這個呢 就是洗完之後 這個呢 就是洗完之前 那你就洗乾淨它 就可以了 弄完其餘那幾隻它 好了 那我們呢 鮑魚已經沖到非常乾淨 白痴痴了 你看到 那我們呢 拿過來之後呢 就這樣了 輕輕斜 切少許花 一行 不要太深 又不要太淺 之後呢 轉 然後呢 再交叉這樣切些花 給它 等一下呢 我們那個醬呢 就可以呢 鮑魚 就是這樣 鮑魚就是這樣處理 好了 我們切完這隻 好 鮑魚就處理好了 那我們呢 就到蝦了 蝦呢 就簡單很多了 一把剪刀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呢 拿一隻蝦出來 然後呢 就找呢 頭和第一節殼 之後呢 就撩下去 然後呢 剪開頂 好了 剪開了一個殼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裡面是怎樣了 看看有沒有一條腸 如果有呢 就先撩了它出來 跟著 就可以呢 用把刀呢 輕輕把它切開 兩邊打開 我們方便呢 它會吸多些汁 和快點熟 你就小心點 之後呢 這個蝦肉呢 就可以打開了 做到它呢 變成 這個樣子 如此類的就是 做完其他幾隻的 好了 那我們呢 就處理好鮑魚呢 還有蝦 你見已經 非常是正的這樣在這裡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去蒸了 兩個 蒸的時間有點不同 鮑魚呢 會比較長一點的 雖然它已經半熟 但是呢 蝦因為我們開邊 基本上我想三分鐘內呢 其實已經 100%熟透了 所以我們呢 先蒸鮑魚先 好 那我們呢 先煮一些水 準備蒸 不過你們會不會 有這樣的想法 啊啊啊 我在家煮一下家常菜 買些肉 買些菜就可以了 要不要用外送APP 喏 我有個朋友的情況 就是這樣 他日後上班 晚上下班 回家 才打算買些新鮮的菜 如果他在FoodPanda Mall 回家的途中按定 最快呢 10分鐘就送到他家 那他一回到家呢 就可以馬上煮了 是不是很厲害 好了 水滾了 那我們呢 先蒸鮑魚 大概蒸5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放進去 計時 好了 我們蒸了5分鐘 打開看看 它得了嗎 3 2 2 1 哇 你見呢 已經 開了花 漲起來了 那其實呢 就OK的了 可以夾起它 我們蒸了蝦 蝦就很快了 2 3分鐘就可以看一看它 因為我們已經開了變 非常簡單 好了 來啦 那我們蒸夠時間 準備打開 3 2 1 啊 非常漂亮 那些蝦很新 你看那些高 這樣 要蒸的東西呢 就蒸完 我們可以煮了 那個 醬汁的部分 很簡單 就是你眼前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呢 先切好材料 首先 第一樣 少少蒜頭 好 蒜蓉就切完了 我們到乾蔥頭 我們要 兩顆 比較多些的 好 那我們的蔥頭呢 就很快切好了 完成 之後呢 我們就切 兩顆青檸 炸汁 去到這個程度 醬汁炸出來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們呢 炸好醬汁出來 有一隻的 紫天椒 看你喜歡多辣 就調整半隻至一隻 大概這個範圍 那我們就切粒 好 還有 少少芫茜 好 上碟的時候 可以裝飾 你可以切碎少少 拌入醬汁裡 令它更加重 芫茜的味道 都是可以的 我們一半放進去 一半就放在表面 放進去 我們切碎少少 好 這樣呢 切好了 那我們進入 拌勻它 我們拿個 棕子出來 首先我們有檸檬汁 還有我們那個芫茜 這份是最大的 我們先倒進去 魚露 魚露很重要 就是鹹味來自它 然後這個東西很酸的 還有很辣的 我們有少少椰糖 除了甜味之外 還會更加有 東南亞味道 那我們就在這裡先拌勻它 之後其他東西了 辣椒 蒜蓉 還有我們的乾蔥頭 好 當全部東西 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 繼續這樣拌勻它 攪拌椰糖 還有讓其他東西一起出味 好 趁攪拌的時候 我告訴你 除了今天我們這些 新鮮菜之外 如果你也可能是 很忙 沒有時間出去 然後可能 我要照顧小朋友 又或者 我上班時間很長 很晚 但是你又可能想買一些 日用品 美妝藥品 那些東西 那些 Food Panda Mall 都是有得賣的 挺好 搞定了 好了 進入最緊張 最治癒的環節 就是淋醬汁上去 你看你喜歡 你可以把它淋上去 冷藏一晚 浸久一點 也可以 直接吃都可以 不要只有醬汁 連配料 每樣放少許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才呢 淋回醬汁 進去 頂上 蝦帶一樣 之後 再放些 芫荽上頂做裝飾 那我們呢 今次 這個呢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 馬上來試一試 試一試 蝦 先 看 你看我們已經開了 所以肉呢 這樣呢 輕輕一夾 就會出來 嗯 剛剛好 而且呢 蒸熟了的蝦 比起生蝦 就 安全一點 一斤大小也對 鮑魚 成隻了 不要想了 準備 3 3 2 1 嗯 新鮮鮑魚 真的非常鮮韌 很爽 加上酸酸辣的醬 你也試一下 這個 嗯 好 你看到這裡 當然有好處 啦 透過Food Panda Mall Food at Home 好餐到家 訂新鮮食材 有三重優惠 除了今天 煮這些新鮮食材 除了有優惠之外 買滿200元 還有85折 如果你是新客戶 輸入優惠碼 全單滿250元 再減50元 是不是很划算呢 馬上去買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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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